那接下來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喊大家公布 大家是有簡單的提了一下接下來可能想做什麼啦 那有人希望就是暫時不拍片了 就是去做其他的行業 那我自己應該短時間內可能還是會持續的在創作 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特地選在一個最近紅什麼的開場的位子 為什麼因為今天主要聊的是 就是最近紅什麼解散的那些事 我相信點進這支影片的你 大概也是因為看到了解散的消息所以過來的 天下無無不散的夜襲 那終於到了這一天了 所以還是有些話想跟大家分享 那紅什麼解散是經歷了一個很大型的開會 總之最後決意就是做一個解散 其實我心中是非常非常的不捨 我想和一直以來都有在追蹤紅什麼的觀眾朋友說 真的謝謝你 非常非常的謝謝你 我之所以能夠是達爾能夠在路上被認出來 甚至能夠開啟一個見面會 全都是因為有你們的支持 真的叫做全都是因為你們 真的非常感謝 坦白說我自己這幾天也在迷茫中 也在我人生迷茫期也在低谷 所以我真的不敢保證說我能夠帶給大家什麼 或者是我能夠持續的創作出你們喜歡的 我真的不知道 那我能做的就是重拾好心情 準備好自己的狀態 然後重新的好好的思考 我還能夠做些什麼 然後帶給大家 有自己影片的規劃了 也有人生下一步的計畫 一切的一切都是要等 真的腳踏實地的實驗 一步一步去實踐之後才會知道 對或不對 所以最後還是要非常感謝 一直在收看紅什麼的你們 不知道我在這六年間有沒有好好的取悅到大家 如果有 那就太好了 我其實很享受在路上被認出來 因為就代表 嗯 作品是有成效的 讓你認識我了 然後甚至可能喜歡我 那如果你有碰到我的話 其實也可以不吝嗇地叫我一下大家 我大概想了三四件明年開始想要做的事 但可能因為最近的低谷狀態 一直沒有什麼太大的動力 所以呢 這支可能是近期最低迷的一支影片 那接下來有一件重大的事情 要還大家公布 大家是有簡單的提了一下 接下來可能想做什麼 那有人希望就是暫時不拍片了 就是去做其他的行業 那我自己應該短時間內 可能還是會持續的在創作 那我自己想做的頻道內容有幾個 一個是 紅什麼的起飛作品 那我喜歡耿圖是 大家如果有看到第一支的話 我會說 因為我太喜歡耿圖了 所以我就把他拍成影片 對那 這是我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或許未來我還是會持續在做類似的內容 因為他其實就是把笑話用段子的方式演出來 所以即便是一人分飾多 只要他也不是辦不到 當然效果可能不一樣 但是我會盡可能的把它做出有趣的感覺來 那再來是我提了一個東西 叫做不NG劇場 就是我自己非常想要嘗試跟多玩玩看的 因為我覺得不斷的NG其實蠻有趣的 後續未來也能夠在這個頻道做呈現 最後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個非常重點的消息了 我有一個交往多年的女朋友 這個在紅什麼從來沒有公布過 因為紅什麼定位是分享快樂的一個 娛樂性的一個頻道 那每個人的私生活 其實沒有一定要揭露出來 我相信大家 紅什麼大家也不是特別想要 呃 不斷的揭露自己的私生活的喔 那 呃 可能也因為這樣 所以大家就不提 我也不特別提一下這樣子 呃 那現在紅什麼解散了 我覺得 每個人都在安排自己下一步了 我也希望可以安排自己下一步了 所以 首先呢 就是和大家分享我的女朋友 那我也和她討論過了 呃 她也蠻願意嘗試看看 YouTube這個領域的 絕對沒有比她 所以呢 我的下一支影片呢 就是和大家介紹一下我的女朋友 應該是沒有迷妹會有薪碎吧 沒有迷妹這個東西吧 沒有迷妹這個東西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